- 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的大陸有個22歲的媽媽生嬰兒,竟然在產房外面有4個男人都自稱是這個小朋友的爸爸,到底真相是一件什麼事呢?我們一齊看看。 根據大陸媒體報導,有個22歲姓趙的女生還未到預產期突然在家裏覺得肚子好痛,家人就馬上送她去醫院。 經過7個小時的公宿之後,去到產房當時竟然有4個年齡很接近的男人在外面等,看到這一幕醫生和護士都覺得好驚奇。 但是,因為這些是病人的私隱,不方便問太多了。 而這4個男人在產房外面看上去都相當心急著急,不是透過玻璃網入面,就是蹲在門口其中一個穿白色衣服的男人甚至乎敲賣出來。 而這一個嬰兒平安出生後,那姑娘就問,大肚婆的老公是誰呢? 4個人都衝上前說自己是嬰兒的爸爸,但是令到人覺得好疑惑的是,他們對這一個大肚婆表現出一個好大的關心, 完全是沒有妒忌,或者是針鋒相對,大家不妥大家。而事後追問才知道,這4個男人都不是姓趙的女人的老公, 亦都不是嬰兒的親生爸爸,他們原來是小趙老公的同事來的,原來他們全部都是消防員來的。 但是不幸的就是小趙的老公在當席時死了去世,那4個同事對於他這個處境都覺得好傷心, 就答應做小朋友的乾爺,令到小趙和嬰兒的生活不用那麼辛苦,這個新聞都算得上人間有情。 開頭看標題時可能以為是綠母情節,但原來看上去是消防員因為工作順席, 她的同事就不忍心嬰兒和大肚婆將來的生活過得那麼慘,那麼辛苦, 就個個都去做乾爺,可能偶爾會幫補下他們每個月的支出,都可以講得上幾感動。 好了,那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,大家有什麼想講,下面留個言啦,我們下集再見啦,拜拜!